我這個網址 你先辨識一下我的網址 我去查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個網址去查詢 ufobox.com.tw 升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流奶爸註冊的公司 它源自於2006年我就已經註冊這個公司了 所以已經營運到現在已經有10年的時間 這是第一個可以被信賴的關鍵公司 第二個呢 我的這個網址是在什麼時候註冊的 你看 record created on 2006年10月20號 從2006年我就註冊這個網址 等於說這個網運名稱我從2006年就註冊了 而且什麼時候過期 2025年才過期 好 那今年是2016年嗎 等於說還有9年之後才會過期 所以這是這個就是我當初做這個網站 想要給客戶的承諾嗎 我如果說你今天看到一個網站 從來都沒看過這個網址這個域名 查出來呢也沒這家公司 或者是他只是一個純粹一個個人 那網址可能也是今年才成立的 好 那這個信任感當然就大大降低啦 ok 所以這是第一個你可以判斷的地方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判斷他這網址建立在什麼時候 結束什麼時候 如果說他結束在明年 那就表示他只買了一年的期間 那明年之後呢 他可能會續約 可能不會續約 這也就是為什麼 你們看到有些在賣東西的網站 可能今年看到了 可是明年他就不見了 或者是你今年在網路上看到他 好像我常常在YouTube啊 或者是其他搜尋引擎 找到了某個網站 欸我想去看到資訊 因為他標題寫的還蠻符合我的需求的 我點進去之後 看到那網站是不見了 找不到網頁 好那表示什麼 表示他那網站可能是去年買的 然後今年就不見了 因為他只買了一年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給客戶一個信任感的話 你網址一次就買十年啊 一次就買十年嘛 表示我們有決心 要讓這個網址 因為這網址他代表什麼 他就代表你公司啊 他就代表你公司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給客戶信任感的話 你網址一次買十年啊 那如果你只是說 欸我想要賺一票我就跑了 我也不想要做收穫服務 那你可能就只會買一年 ok 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很簡單去判斷 這家公司到底有沒有心 要做長久的經營 好然後再來呢你怎麼去判斷 就是他的這個網站的虛擬主機買多久 好譬如說我現在這個網站 那因為我推這個終身方案 我承諾至少十年嘛對不對 從今年起算 2016年起算的話至少十年嘛 那像你剛剛看到的那個網址 我已經買了十年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網站 是不是能夠十年之內都存在 如果你是網路行銷的初學者 或是你對電腦網路比較不懂的話 你可能不了解 一個網站它組成的要素 除了網址 上面這個網址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虛擬主機的空間 也就是說你今天架網站 它必須要一個放這個網站 content 網站內容的一個地方 一個硬碟空間 然後我們把它稱為虛擬主機的空間 你這個虛擬主機的空間 你承租了多久 你用了你 你預計承租多久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後台 我用Weberley的這個主機空間 這個架站系統的主機空間 而且我買了最昂貴的企業版本 那我買了幾年呢 你可以看 在這個帳戶裡面 這個帳戶裡面可以看到 在我的服務裡面可以看到 你看我的企業方案 我買最貴的企業方案 那是代表我有心要經營的長久 然後呢 從到期日起是2016年的9月17 然後你看我按延長 我付了多少錢 假設我要再延長一年的話 我目前不用付錢 為什麼 因為我裡面已經有儲值299塊美金 那我如果要用兩年呢 我還是不用付錢 為什麼 因為我儲值了469塊美金 那如果我要用10年呢 因為他這邊沒有選項 不好意思 所以就沒有 但是呢 事實上我已經儲存了 這個無限多的預備金在裡面呢 為什麼叫預備金呢 因為在早期 我給你看一下這個證據 回到老Weberley設計 因為我是Weberley很早期的會員 如果你是新會員的話 你不會有這個按鈕 那我回到這個老Weberley設計給你看 為什麼我的預備金是無限多 我給你看這個地方叫做邀請 這是老會員才有的資格 老會員才有的資格 以前呢 有這個功能叫做 與朋友分享該連接 所以呢 這個連接 如果你點了這個連接 然後去使用我的連接 去註冊Weberley的話 那Weberley會送我10塊錢美金 但是這個10塊錢美金 他拿不回來 他是儲存在這個預備金裡頭 也就是說像剛才的 如果我要延續用1年 延續用2年 甚至延續用10年都沒關係 他都會從我這個預備金裡面扣 那我這個預備金呢 無限多 因為他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成長 因為我的部落格裡面呢 還有我的很多 相關連接啊 YouTube啊 我都有去分享這個 Weberley怎麼使用的操作說明 所以呢 我每個月都有好幾筆的 這個10塊錢美金 一直幫我補充這個預備金 儲值到我的Weberley的後台裡面來 所以我的Weberley 每年的預備金 早就已經超過我 每年該付的299塊美金 所以剛剛你看到嘛 我兩年也不用付錢 一次買兩年也不用付錢 好 然後我在這邊把它switch to new one 就是把它換到新版本 因為舊版本只有 我才有辦法進去 如果比較新加入的會員 就沒有辦法進去了 因為我是老會員 所以我會有那個舊的版本 好了所以呢 如果我再把它回到剛剛的帳戶裡面來 這邊我的服務 然後你看看我的訂單歷史 訂單歷史 這個訂單歷史可以看到 我從2012年的4月29號 就已經申請Weberley 然後那時候是直接申請兩年 然後那時候是用信用卡付款 Visa卡付款 到2014年的時候 我再繼續續用 我又買了兩年 也是用Visa卡付款 但是到了2015年 就是6月9號的時候呢 我使用 我把它升級 從ProB的版本升級到企業版 我升級到企業版 那當初我 他們的2014年之後的這個企業版 是新出的功能 之前沒有這個企業版 所以呢我在2015年 我就把它升級為最貴的企業版 那因為企業版剛出來 我不曉得它的功能到底有什麼 所以我只付了一個月 可是呢我那一個月並沒有付錢 因為為什麼 剛才講的 我裡面已經有儲值金在裡面了 所以它這邊寫獎賞 所以我並沒有付錢 等於說它從我的那個儲值的預備金裡面扣掉了 所以我沒有付到錢 然後一直到7月呢 我又買了一個月 然後到8月呢 我又買了一個月 所以到了9月的時候呢 我一次就付了一年 一整年份 因為我這三個月我在觀察 企業版到底好不好用 那企業版我後來確定真的不錯好用 我把我的會員網站也全部 從wordpress 移到這個weberley上面來 然後我也教我的學員 全部都改成weberley 來做教學 而且來使用它 來當成官方網站的架設 跟部落格的架設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假設有那麼一天 我今天發生了意外 當然我不喜歡發生 但是天我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獲福 萬一哪一天我發生意外 我不希望這個網站馬上就不見了 我希望它一直存在 所以在我這個weberley網站 我已經儲值了無限多的金額在裡面 我這個網址 我也已經買到2015年 買到2025年了 所以這個網站的虛擬主機 加上這個網址呢 可以同時存在至少十年 就算我今天生病了 一個月沒辦法工作 這個網站我也不怕它會不見 這樣你曉得嘛 這就是我們 因為我以前是網路工程師 所以呢我對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視 那也是我對客戶的承諾 如果說你們今天加入終身會員的話 這個網站的存在 對會員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不能夠因為流奶爸我今天生病 那你就沒辦法登入這個網站 因為這個網站從這個 登錄 進來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教學課程 這邊所有的教學課程 都在裡面 那這些教學課程 並不會因為我生病的時候 它就沒辦法看 並不會因為我生病的時候 就突然到期了 哇 網站就不見了 不會至少至少都有十年 好不好 這就是我給大家的承諾 所以網路行銷懶人包 為什麼我推出終身學員方案 那如果是在這個促銷期間呢 它不是二十萬 不是十五萬 而是低於一半以下的價格 如果說你覺得我的輔導 還有我的LINE群組 終身的為你輔導 對你非常非常值得的話 只要加入的話 你就會覺得 真的很超值 真的很超值 因為CP值太高了 你要問的問題 超出了網路行銷的範圍 我都會盡力幫你做解答 只要我懂的 因為我是網路工程師 所以用的軟體很多 然後網路經驗很豐富 從2006年就開始成立公司 2003年就開始出來當SOHO族 所以這方面不管是創業 行銷策略 或是技術上的問題 我會盡量用最簡單的方式回答你 讓你用最簡單的方式 可以達成效果 我不會教你太難的方法 如果你已經 如果你已經進階了 當然你可以去尋求更難的 更難的一些技術方法 但如果你是初階的話 我不會給你那麼困難的方法 為什麼我會教Webri 這麼簡單的東西 連我自己也是用Webri 這麼簡單的網站 就可以達成我要的效果 我希望你也可以用這麼簡單的方法 因為我們的人生其實 並不是把時間花在這些技術上面 我覺得太不值得的 如果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技術 去達成你要的效果 你要的目的 這才是我們人生的意義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這樣做 讓你的更多其餘的時間去陪伴你的家庭 陪伴你家人 陪伴你朋友 這是我最想要做的 像我最近陪伴我的小孩去學她最討厭的英文 那我太太學幫我的小孩做數學題目 教她數學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花更多時間在自己家人身上 不要把太多時間花在這種技術上面的東西 我覺得技術的東西它一直疊代更新 今天學了明天可能就變了 我覺得這種東西非常不值得去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但是我們必須通過一個人生的考驗就是 經濟方面 財務方面 我們必須在財務方面能夠健全 我們才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 然後公司的營運 所以賺錢這件事情必須要學一些工具 一些技能 這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學一些科技的工具 去輔助我們達成我們生活的一些目的 但是太茁壯在這些技術上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浪費生命 所以我會希望要學就學最精準的工具 最簡單的工具 然後達成你的需求 我是劉奶爸 希望對你有幫助 網路行銷懶人包 終身學員方案 希望您一起跟我們成為一家人 謝謝